这么小就没娘了 我可咋养活她 孩子 是你爹无能啊 你养死了 我可怎么活呀 你们放心 我想想办法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医治一下试试 你 好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谢谢 你怎么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你 韩冲 医者父母心呢 我必须去试一下 不行 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我们还是走吧 你放开我 好好的一个家庭 就因为孩子的母亲得了肺牢 就让孩子孤零零地留在人间 我也不希望这样啊 可是你自己也说了 治理肺牢你又没有经验 这种又没有把握又冒险的事 我怎么能让你去做呢 韩冲 你放心好了 我有办法保护我自己的 更何况 作为一名医者 就算只有一线希望 我也要尽我最大的努力 不是 别说了 谢谢您啊 大夫 老人家 你以后不能抱着孩子再进去了 这段日子先到亲戚家里住几天 好 周先生 你拿块布遮住口壁 跟我进去 好 好 谢谢大夫 谢谢啊 谢谢大夫 你去把窗户打开 对了 还有你媳妇用过的东西 都用开水煮一下 好的 来 你醒不醒啊 韩冲 你怎么进来了 我来帮你啊 你来帮我 哎 先把口碑遮上 然后呢 系上去 哎 我一会就系上 你去把艾草点了熏一下 哦 阿宝啊 你把这两副药送到老公那儿 别忘了收钱啊 哦 好 去吧 好 大哥 忙着呢 方程啊 你今天怎么来了 哎 你头怎么了 我前几天啊 低着头走路 不小心撞墙了 对 没事 咱们岁数不小了 你小心点儿 注意一点儿 哎 哎 来来来 坐下喝茶 好 坐下喝茶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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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 你啊 好久没来了 别客气啊 来 哎大哥 怎么没看见忍冬啊 这不有个急诊吗 刚出去 哦 难怪 来来来 谢谢谢谢 对了 方程 我还有个事想问你呢 您说 就是当年 你托付我 照顾孩子的事 你还特意嘱咐我和你大嫂 别把这事说出去 那强威她怎么知道了呢 啊 什么 强威怎么知道的 就前几天 她去问你大嫂这事来着 她问过大嫂了 是啊 哎呀 你看我这脑子 肯定是我那天喝醉了酒 不小心给说漏嘴了呀 哎呀 你呀 不是 我 我说防茶啊 哎呀 你这个是你 大哥 我知道你是替我着想 嗯 不过您真的不用担心 强威这么懂事 他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我就说你嘛 你平时少喝点酒 少喝点酒 多喝点茶嘛 对身体也好嘛 是是是大哥提醒的对 以后就喝茶 你呀 哎 来 喝茶吧 喝茶吧 喝茶 人冬初枕 那我的计策 不就奏销了 来 多吃点 你看看 这几天都瘦了 如果他们知道我不是谷家的孩子 还会这么疼我吗 哎呀 别这么看着孩子 嗯 这样会吓着他的 哎呀 强威 没事 你爹呢 他不是吓唬你 他是舍不得你 哎 吃饭吧 快吃 嗯 老太太 嗯 嗯 古大夫 你有没有见到韩冲回来 嗯 没有啊 怎么了 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啊 而且他也没在办公室 这孩子做事 一向都很有分寸的 他可能跟朋友在外面吃了吧 没事的 坐下来一起吃吧 哦 好 坏了 他可千万别流馅儿 我吃饱了 哎 这孩子 哎呀 我去看看去啊 不用了 随他去吧